下拉清單,下拉清單之後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在選舉資料 他查到就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最後的話呢,再改良一個地方,就是這個函數裡面的話 他這裡面,如果我說我今天,我們剛剛是 先做完一個之後再複製到另外幾個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不希望這樣做,我希望能夠下拉 他就自動幫我把第2、第3、第4、第5其他的欄,都通通帶過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改變 那可能 你就要學會一個函數,這個函數的話呢 我們 在旁邊先做練習好了,我間隔一欄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呢 讓這個地方2,往下變3,往下變4,變5 那等於是說,他每向下一列,就增加一個號碼的話 那你可以喔 第一個,學會有一個函數叫弱函數 弱的話,顧名思義就列啦,可以按確定 那裡面先不要給任何參數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的話 他變成什麼 4、5、6、7,為什麼?因為現在在第4列 第5列 第6列第7,意思就是說他幫我把什麼 目前所在的列 把他抓出來 那他特別注意喔,如果你向右拉的話 他反正哪一,他不會管哪一欄,他只會管哪一列 所以你會發現啦,你如果再向右拉 他還是都是第4列第5列 所以呢,我們利用同樣的概念的話 那我如果說這邊是2的話 如果未來我希望呢 把他變出一個2出來 那我可以把剛剛Rose 如果刮弧減掉的話,減掉2,打勾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如果減2變,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2345 那如果我把這2345 放到哪裡呢 特別重要,這個公式 Rose 刮弧減1 我把它複製起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剛剛這邊有沒有 這個2 把它貼上 他目前是2嘛 有沒有,Rose 特別重要你要放對位 如果你 假設沒有把握,我建議是點前面按一個 插入函數 他要跳出來 那你可以啦 在這邊自己打 或者你用貼的也可以啦 其實也 不難記 Rose 小瓜5-2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但是 可能要注意幾點 因為我要向下拉 向下拉 他會 只要是列號會自動加1 所以記得 把3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把這個3跟10前面加前的符號 不然的話呢 你向下拉 他這個數字都會自動加1 好 好,這樣的話大功告成按確定 好,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 向下填滿 有沒有 就自動完成了 也就是說呢 以後呢 假如因為現在的 這個籃數很少 比較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 那你用剛剛貼也可以啦 只是說 未來如果資料籃數多的話 哇,那你每天 太浪費時間 倒不如怎麼樣 你用這個Rose 減掉2 產生他現在的這個籃 然後向下一拉 事情就 很快結束了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刪掉 OK 所以我們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所以 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 我們 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把 這邊的這個 2 他下 下一個改3 改4改5 那我如果不希望這樣改的話 我可以用 Rose-2 然後 並且把Rose-2 怎麼樣 放到 這一個公司裡面這邊來 然後 並且怎麼樣呢 記得把該鎖的鎖 這個如果沒有鎖 常常同學 做太快了 然後就會發生錯誤 鎖完之後向下拉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後面我們要做 綜合練習一 如果做完之後 請各位再把那個 這邊做 那這邊這一題主要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 請你複習一下日期 年齡 這個年齡怎麼算 這個年齡 第一個啦 不過這個年齡 我看 OK 第二個就是血型分析 如果是B的話 怎麼樣把 他這個評價 加上分析 幫我放在這邊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